小明上見到傳說也有一個禮拜了 相信大家都已經拿到小明這隻角色 那麼今天就要來說說這幾天我玩小明後發現的四個問題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吧 噴完大招後會扣自己的血量這點算是他一個蠻大的印象 你會說可是他大招不是拖戰可以回血嗎? 而且還回了不少耶 嗯,這麼說吧 確實這個大招被動挺好用的 只要收尾等一下就由於是一條好漢 不過問題是需要拖戰才能觸發啊 也就是說你在團戰中是等於沒有這個被動的 只要你被打到或是你牽的線打到敵人 你就是處在戰鬥狀態 然後開完大招後雖然會恢復剛剛扣除的血量 但要10秒後才能完全恢復 這真的有點太久了 這段時間大概都被秒了還沒來的機會 還有一點很尷尬的部分 如果噴到滿血或是已經死掉的隊友 一樣是會扣血而且不會反患冷卻的 不過這個被動還是很好用的啦 第二點功能性不足 這裡所說的功能性不足是指 他雖然加強很全面 但都不多 實質上影響並不大 甚至感受不太出來 賞明能夠提供 攻速、跑速、增傷、增雙防 或是給敵人上debuff 從一技能可以看得出來 賞明的增傷是吃魔法係數的 所以想要提高這個增傷效果 就是要出魔攻 那這樣的話賞明就會變得很軟 即使好不容易撐到一千魔攻 增傷的幅度也感受不太出來 而且還會變相限制打野或是凱撒路其中一個 必須得選出能康、能開戰的角色 來去彌補整體坦度不足的問題 這裡插播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賞明的增防是吃不到任何魔攻加成的 就是固定隨等級成長 所以出魔攻的就盡量試用增攻會比較好喔 第三點替代性太高 從以上看來想明是一位軟斧 那先來說一下軟斧該做到的事有哪些 我大致分成四種 消耗、控制、爆發和增益 增益又可以分成提高疑速、補血、霸體、減傷等等 先來說消耗的部分 明示影這邊是直接沒轍 首先牽線很容易被隊友或是小兵擋住 導致要精準牽到敵方目標相對困難 再來小明牽到敵人也不會造成緩速 敵人一下就把他給扯斷了 小明也沒有任何控制技能 所以他也沒辦法有效的留住對方 爆發還算不錯 不過成本有點太高了 像在經典的爆發軟斧艾麗絲 他的大招除了傷害以外還附帶沉默和緩速 也可以拿來限制走位 最重要的是他還是範圍攻擊 反觀小明 他大招只能打單體 也沒有控制 大招飛行速度又很慢 給敵人反應的時間很多 還會自損血量 讓自己失去戰鬥能力 大招拿來補隊友又輸給海倫 而且還因為要贏上0.75秒 隊友都躺地板了 大招還在天空飄 增益的部分就如我上面所說的 並不是特別突出 就算後期能夠提供 100以上的物攻和將近200的魔攻加成 但後期比較注重的是生存 在傷害方面做加強 就有點加強錯地方的感覺 轉成增防的話又吃不到任何魔攻加成 等於你堆的魔攻都浪費掉了 那既然軟斧不行 我拿去玩中路的話是不是會比較好 答案是不會 他的傷害不足以讓他成為一個稱職的中路 他不像伊格能夠給後拍壓力 也不像卡莉那樣具備超強的手塔能力 也沒有像莉莉安那樣靈活的技能組 更不像盧蜜亞有超強的控制能力 一套爆發下來也沒有同樣裝備的拉茲來得高 真理來說替代性真的蠻高的 第四點 技能組尷尬 身為一個軟斧就是需要一直跟在隊友旁邊 在團戰的關鍵時刻出手保住隊友 這點小明能做到嗎? 欸?他是可以的喔 但一切都在他開打之前 一旦開打了就會被迫需要拖戰來回血 這也就變成團戰瞬間進入少打多的情況 隊友扛得住這倒還好 如果不小心翻車了看到你跑掉 而且其實還回的差不多 你可能要從小明變成光明了 被閃到爆 如果隊友撐到你回來 那團戰也早就打完了 小明的增益看起來對團隊的貢獻少之又少 一技能的傷害結構怪怪的 這個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真的很溫好 所以我還是想說一下 他牽到敵人之後會造成傷害嘛 結果中間的傷害反而比較痛 這條件真的有點太苛刻了 傷害真的很不直觀 我覺得目前看來最大的問題在大招 可能在補隊友的時候順便提供牽線的效果 給隊友持續一段時間 這樣就可以避免小明在拖戰後 沒辦法有效輔助隊友的窘境 或者是回血的時間可以從10秒鬆短到5秒 讓小明能夠更快恢復狀態 持續為隊友提供增益 一技能也可能需要優化一下 在範圍內優先選定敵方目標 讓他可以避免對小兵或野怪開大的尷尬場景 小明現在的強度大概落在T2的位置 跟目前一線的輔助對抗上還蠻吃力的 適配的角色也偏少 目前看來比較能夠搭配的就是消耗型角色 像是蘇、鈴月、伊格這類的 但這些角色搭配上其他輔助甚至會有更突出的表現 所以個人認為小明未來是有望可以進行改強的 你們覺得現在小明會很弱勢嗎?該不該改強呢? 留言請你告訴我喔! 如果你玩小明也有遇到我說的問題 那就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 也可以幫我分享給身邊想要玩小明的朋友們 我是摩猜,我們下部影片見囉!